他太衝了啦 太衝了你知道嗎 他比較大方 沒有錯 可是有點過得失差 我要的男人 也不是大家一般的平凡男人 他也就是這樣 我當然是覺得不平凡的人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有愛的人 是不平凡啦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兩趴 在你什麼兩趴 你還要再幾歪歪 還要你的兩趴 對啊 還要你的兩趴 你就不要承認你自己 還要你兩趴啦 你就把那兩趴給他 把你的兩趴給他 這行 要兩趴 兩趴 我們去跟大家出開天窗 說兩話 控訴他一下 搶搶的 第一條你看 只會薄板面 可不可以用腦 他很有腦啊 他是敢唱啦 話敢說啦 說話比較沒正經這樣 但實際上 他基本上會薄板面 你看他今天穿這個樣子 很好看啊 超美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當時在跟他主持 網路節目的時候 說實在 爆乳啦 肉腿啦 在我面前這樣故意摸摸什麼的 怎麼樣 不行嗎 沒有辦法 你是吧 怎麼會沒辦法 你只是想怎樣沒辦法 對 就是上面有想法 上面沒辦法 不是 這意思 不是 這意思 我是覺得說 不是啦 是真的 我是覺得說 要好好主持 好好講事情 你就先這樣來 這樣用 這樣是要怎麼 這樣想要不行 收視率人家才會留住 我一直想把我們的 你明明也就喜歡看這種東西 我一直想把觀眾的族群拉高 Level 要拉高 Level拉高 對不對 觀眾的族群就是因為我穿這樣而高 不然的話 大家都只看你的話 那都是很low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穿著這個樣子啊 所以呢 我是要鼓勵所有女性 我們知道能漏就漏 對 能敢漏就漏 不然我要等什麼時候 對 大家可以請常學 在講遺容的時候 幫我換衣服的時候再露嗎 那也刹那啦 我現在有很多 欸 你看清楚 我現在如果你有我的身材是女的話 你肯臉露了好嗎 他有屁股 哇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天啊 哎呦喂啊 哎呦喂啊 趙哥 不是 你覺得 我跟你們講 蛤 他喔 他今天還算好一點 平常在那個節目 那穿的真的是不能看 欸 可是有時候 也因為他這樣來看 才能聽到你的節目內容啊 對啊 不然誰想要聽你 在裡面講話 那看聽八幾台的和尚在那邊說話算了 有啦 趙哥其實 觀眾都是聽你講話 他眼睛都在看起來 看他的胸部聽你的淚人 我在當你抓住東西啊 你看你在聽人情的牆牆 其實對你也有一些意見 對 我控訴他 他這個人呢 他的思想是非常老派的 對啊 聽得住 你知道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太 太悶燒了 你知道嗎 也不是悶燒的事情 沒有悶燒啊 我不會啊 他一直以來都說他要帶我飛 可是我就覺得 我沒有說這個話 有有有有有 快去死吧 然後你沒有說他要幫助我 他要幫助我 然後呢 他要告訴我 很多正面的東西 對啦 但我覺得我不用 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要的東西是 我覺得應該要打破你自己 你欺你什麼樣子 你就是什麼人 你要再欺你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不要再偽裝了 對 你明明就想解放 你為什麼還要假裝你不要 他搞不好你在 你搞不好在 回家的時候 一邊洗澡的時候 一邊在那 放開來不要怕 不要怕 這人沒有人會笑你 我常常給他一些告誡 不要怕 我們就是要勇於打開心房 打開來 他穿衣服已經洩露一點點的那種 他已經穿得像牧師一樣 沒有 你看喔 這種啊像不像那SM裡面 有有有 很棒的啊 有沒有這樣拉 真的耶 而且我是覺得他其實心中是不想認老 他心中是個老頑童 他想要承認自己是年輕的 所以我還會說他是老派 可是他又很不知道怎麼辦 你打破自己的思想 衝破年輕那裡 你知道他常常會這樣 所以你跟他講什麼話 他會說那我節目我要做的是新派的 怎麼樣 可是你給他新的東西 他會說哎呀這樣不好啊 這個東西不好啊 我不能這麼做 他有太多規矩了 像是有些人來分享我們的東西 我會覺得大家來分享是好事嗎 我要看就給大家看 能看就看 但他會覺得說你要經過我同意 他們要經過我同意 我說沒有那麼多事情 你規矩太多了 你又打官啦 你知道嗎 不要給他們說自己受限 我們放開心 有時候想看就正眼看 來 來啦 看啦 你真帥啦 你真帥啦 他太衝了啦 太衝了你知道嗎 他比較大方 沒有錯 可是有點過得頭 我是看什麼 你要比較矯的 為什麼 要像個女孩子嘛 不知她穿得漂亮 身材還不錯 他如果再收一點 是不是很好 就是太衝太過的時候 但這種人太多了啊 像這樣子的人 全台灣只有一個 你確定你老婆以後是這樣 所以我說我老婆不會這樣子啊 但他會這樣子 代表他有一個獨特性嗎 對啊 我跟你講 我這個男人 也不是大家一般的平凡男人 他也就是這樣 你喜歡讓你這樣喜歡 我當然是覺得不平凡的人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 是不平凡啦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兩趴 我代你成為兩趴 你還要跟幾歪歪啊 還要你的兩趴啊 還要你的兩趴啊 我真的要不承認你自己來 我真的要你兩趴啊 你就把那兩趴給他啊 把你的兩趴給他啊 自己看兩趴啊 兩趴啊 我們去跟大家 出開天窗說兩話 好啦